謝謝主席 本來有請李主委 李主委請 還有王局長 還有政局局的王局長請 王委員長 兩位長 可以的嗎 第一個一樣 復興航空的事情 7月 11月21號前兩天 他發生了在盤中先否認停業的消息 結果後來證實 這個消息是對的 21號那天 出現交易異常的狀況 我相信金管會 跟政局這兩天 訊息 應該啊 都有掌握 21號那天晚上 我看到這兩則新聞 我非常的驚訝 因為傳遞的訊息完全不一樣 證交所的董事長 司董事長說 有涉及違反證交法155條 根本就是散播不實的資料 結果我們的王局長 結果我們的王局長表示了 復興航空沒有資訊揭露不實的問題 來請王局長先來說明一下 你認為復興航空有沒有資訊揭露不實的問題 這個是在這個過程中 記者有來跟我求證 那時候我們有先聯絡交易所 那交易所初步給我的意見是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是有 交易所告訴你說 沒有資訊揭露不實的問題 對 那時候是交易所告訴我 所以那時候 交易所誰告訴你的 這個部分大概是他們上市部門的人 那但是因為後來他們內部 所以告訴你的人 跟施俊錡董事長的看法完全不一樣嗎 但是後來他們 你看嘛 一則新聞 是8點19分中央社發出來的 另外一則 是9點12分 施俊錡自己出來講 而且施俊錡所講的話 是行政院的系統 發出的新聞稿所表示的 王局長我現在再問你一次 你現在認為 21號在盤中 他們所發布的那個重訊 有沒有資訊揭露不實的問題 如果從事後的事實來看 他這樣是 的確是 資訊揭露不實 所以你那天晚上這樣講是不對的嗎 那時候我是有跟記者講說 那時候我們是初步透過交易所來了解 但是我們還會再持續再來做了解 你們正期局跟交易所兩邊的資訊 互相在對的時候 是不是橫向的聯繫出了嚴重的問題 怎麼會同一天晚上跟大家講的消息完全是不一樣 我跟華文報告我想這是時間先後的問題 那 時間先後 同一個晚上 那 這個 差一分鐘也是先後的問題 那王局長會這樣講 當然主要還是希望這個安定股市 不要 安定股市 在事情還沒經過查證之前 不要輕易的做評論 那個時候決定了第二天要停止交易沒有 那時候他們公司是申請停止交易 明天就是要開董事會 對啊 所以剛剛主委講說要安定股市嘛 沒有關係啦 這些資訊慢慢揭露出來 你們之前所做的發言 全部都會成為印證 就是大家在股市當中 已經出現了這麼離譜的狀況 結果我看到的是當天晚上 我們的政習局局長 馬上跳出來幫忙洗白 結果今天的報紙出來說 你們掌握了 在上個禮拜五就 訂了兩個信託的專戶 上週就有預謀要關門了 請問這個資訊你們什麼時候掌握到的 什麼時候知道 這個我們還在了解那個信託專戶的那個 所以今天自由時報在上面寫說 金管會說 新航上週就決定關門是在胡說八道 記者亂寫 記者亂寫 這則新聞金管會 政習局是誰放消息出去的 還是自由時報亂寫 這一則新聞還沒看到 外外委員 據我了解是民航局的講述 所以想金管會寫是不對的 是不是 這個不是由我們提供的 完全不是由你們提供的 確定喔 因為你這樣子在講 就是自由時報亂寫啊 連他的消息來源都亂寫啊 好來沒有關係啊 我們事情會慢慢查清楚 第二個信託專戶開在哪裡 現在有沒有掌握 目前是請教育所去跟公司這邊 拿相關的資料 拿到相關資料沒有 還沒有拿到 所以它上面 現在新聞講啊 說他們已經針對 不管是債權人權益的確保 還是員工權益的確保 分別開了兩個信託專戶 這一個消息到目前為止 以金管會掌握的程度而言 都是沒有經過證實的消息 對不對 這個部分我們沒有辦法證實 金管會到目前為止沒有辦法證實嘛 所以如果在媒體上面 披露這樣子的消息的話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還沒有辦法確定嘛 是 好 那第二個部分 金管會現在確不確定 新行的資產大於負債 從第三季的財報 它是資產大於負債 但是如果以現在的狀況 那個要重新評估 所以它是不是資產大於負債 你們也不確定嗎 以目前的情形我們不確定 那在不確定的情況下面 你們覺得 假設啦 如果真的有人要讓這個公司重整 有再生的可能性 要站起來的話 我個人是樂觀其成 我絕對樂觀其成 萬一這件事情變成沒有可能的話 在沒有辦法確定的情況下 你們認為要走清算的程序 還是要走破產的程序 這個應該由公司自己去做決定啦 你確定是由公司自己去做決定嗎 來清算跟破產的程序有何不同 主委 知不知道 這個破產當然是公司自己申請 然後就由法院來監督 做整個清算程序 清算的程序喔 清算人是由誰擔任 應該法院指定 主委你可能再回去看一下公司法 如果沒有另外其他的情況 清算人就是由公司的董事去做 就他們自己的董事啊 在做清算的程序 那破產的程序啊 就是由破產管理人來加以處理 那這兩者之間啊 除了資產跟負債兩者之間的關係以外 最大的差別就是程序到底由誰主導 這個公司到目前為止 21號 包括上禮拜 有可能要開信託專戶 到21號 剛剛主委也講了喔 剛剛那個局長也講了喔 發佈不時的消息 你覺得這個公司的董事 到目前為止 他們的所作所為 讓大家對於他們的誠信 還可以有任何期待嗎 對不起我的問題 應該問得蠻清楚的吧 這個還要進一步來確認 到目前為止啦 就是他們在21號盤中的時候 已經明確的是說謊了嘛 剛剛局長也這樣講啊 我有說錯嗎 公司負責人的誠信的確是值得懷疑啦 那你覺得接下來的程序整個 清算的程序 適合由這些不具有誠信的人 繼續擔任嗎 那個資產負債表 你們真的有仔細的看過嗎 228億的資產裡面 228億的資產裡面 非流動性的資產佔了191億 你裡面去看細項 最後出來的資產 會不會有228億 是一個大問號 負債的部分 目前受損的消費者這麼多 要處理的員工權益 這麼多 還有信心去講他的資產 會大於他的負債嗎 現在事情已經發生了第三天啦 我大概可以現在可以講是說 從我今天問的 金管會掌握消息的程度 可能比媒體還差 當然也有可能啦 如同局長所講的 媒體上面寫的 看是不是胡說八道 我們隨著事情的進展 就知道了 時間的關係啊 最後一個問題 證交所對新行開罰150萬元 你覺得罰這150萬 對整個事情的解決 有什麼幫助嗎 你罰新行罰150萬 你最後在處罰的就是股東跟他的債權人嘛 這家公司都已經要結束了嘛 你公法上面的罰款債權 只是降低債權人 跟股東他們事後的權益嘛 那問題是真正該負責的行為人呢 真正該負責行為人責任的追究 金管會目前有沒有具體的措施 他加持這個牽涉到刑事責任 我們一定會移送法辦 那除了刑事責任移送法辦之外呢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金管會也很好做啊 我只要任何的事情我全部都推給檢調啊 說我現在出了這個事情 牽涉到刑責 移給檢調偵辦 移給檢調偵辦我百分之一百都贊成啊 但是我的現在要請教的問題很簡單 在這件事情上面 金管會有的具體作為是什麼 除了移給檢調偵辦以外 金管會還有什麼具體作為 首先是先說明說 這個交易所罰公司 是因為公司跟交易所它是一個契約的關係 這個我知道啦 所以他一定要罰公司 是 那再過來就是我們對公司的一個行政 划環的部分呢 如果公司的這個有影響股東權益 或是股票價格的資訊 沒有在兩天內來即時揭露的話 我們是可以處划環24萬到240萬 你罰的是誰罰公司還是罰負責人 那這個依照證交法是罰公司的負責人 可以罰負責人嘛 那這個部分金管會 因為時間到了主席也站起來啦 我希望金管會在這件事情上面 到目前為止啊 顯然金管會所掌握到的資訊 跟對整個事件的了解的程度 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我希望金管會在這件事情上面 要多加油 那個絕對不是只有民航局的事情而已 好 謝謝 謝謝王國